那你替妈信什么就找寻啊 你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 为我这事的时候还得麻烦她 那怎么办 只要你好好的 找谁帮忙我都愿意 果儿啊 妈上网查了 要真是肺癌 这一旦要是恶化起来 可快了 没几个月 呸呸呸 广生话能费文信吗 你看 我就知道你不爱听 那你不爱听 我也得跟你说呀 我是说万一 你看你看你 人万一有那天是吧 妈妈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了 你就舍不得离开我 你把我送到那个安西游病房里去 身上给我插乱七八糟 一大堆大管子 你说那是又浪费钱 我又遭罪 妈妈是有尊严的是不是 妈是个要面子的人 我就想漂漂亮亮的 有尊严的走 我这些天我也在想 你说 我跟你说话 你说妈这一辈子 虽然经历过这些勾勾坎坎的 但妈有你 妈有你 有我宝贝闺女 你对妈多好啊 其实妈过得挺幸福的 真的 妈就满足了 妈 你再说我要生气了 明儿还得做检查呢 早点睡吧 检查完了 你没事了 我不是说万一吗 你这 没万一 没有什么万一 别胡思万想了 行行 快 赶紧 试试那个 给你梦梦枕头 你妈睡了 小狗 我妈 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问了小娟姐的情况 我妈说 你妈在家那边 平时也经常运动 也会去跳跳舞什么的 身体肯定没问题 而且去年他们两个 不是去做体检了吗 去年没问题 今天肯定也没问题 其实 我当时 接到我妈妈电话的时候 我就懵了 我才发现 我都二十五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对呀 你才二十五而已 那再说了 这种事跟年纪 本来它就没有关系 无论是谁 无论在什么时候 发生这种事 它都无法面对 这种时候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其实很重要 你妈妈是 你也是